没有哪一个,比如它会出现什么module not found L 之类的 就是它找不到哪一个module,它会显示在错误讯息 然后跟你讲说哪一个module找不到 那一样你就去把那个module到我们刚刚的路径底下 然后输入那个语法 所以那个语法最后其实只要改哪个地方 其实最后的话在第12个章节 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名称不一样而已 OK,就这个名称不一样 那至于你想说老师那是不是有没有特殊装 有耶,像那个有几个不太一样 后面有用到Beautiful Shrub 它名称就是会跟人家一点不太一样 那怎么办 其实有的时候在那个官网上面也有个参考 比如说像那个安装,像那个我们打那个python python的官网上面嘛 这边不是我前面讲 这边有个叫pypi 就是那个python的什么package index 那你其实也可以打什么 打刚刚这个我们MathPyLab 比如说你不会装对不对 其实在这边也有教你怎么安装 所以你直接找到MathPyLab 它这边也会出现MathPyLab 那它这边也会出现MathPyLab 那它这边也会出现MathPyLab 有没有MathPyLab 有没有MathPyLab 这边还可以让你复制 它意思是说 那差别是说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老师你为什么前面多加一个python1-m 因为你的电脑里面可能不止一个python的版本 那如果你这个执行完 有没有 它会装到你那个环境变数里面指的那个目录 不知道哪一个 可能是最新的版本那一个 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去变更你那个 系统里面环境变数的路径 你会找 那环境变数知道吗 有的同学知道 那有的同学不知道 而且要改 很麻烦 改的话你不要按右键 这边有没有 其实这边Windows就按右键 这边有个系统 系统里面的话你可以到 是不是这里 哪个地方 下面吗 我记得好像这边系统资讯吗 其实它很多地方可以找到 在这里 那这边还有个什么 这边有个系统 系统资讯有没有 像我们这一台是i5-740 然后这边有个什么 进阶系统设定 进阶设定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环境变数 有没有看到 环境变数里面的话 就会有那个 就是你的python路径在哪里 paste里面 你可能要找一下paste paste里面的话 你要看一下python路径 你看 我指这么多个 所以最后会装到哪一个呢 最前面那一个 最会装到这里去 那当然就会出错了 那不是我们的那个路径 除非说你把这个路径 第一个它有顺序的 第一个它改成python384 才会是正确的 可是问题 你改这个导步 你干脆下语法 前面加一个python1-m 这样就搞定了嘛 你就不用再去管 那个环境变数在哪里 像这个我还找得到 可能有很多同学应该找到 而且 这是windows10的地方 Windows11又不一样 Windows7跟Windows8又不一样 不过我只记得一招 就是直接 不管哪一个版本 Windows键上面按右键 这边都会出现清单 都一样的 OK 所以我现在Windows11也是一样 反正我看到Windows 那个 我按右键 它会有个清单出来 找到系统里面也可以找得到 这边有个系统资讯 OK 然后这边其实可以做一些更改的 好啦 那如果你不想改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 python1-m 这样就搞定了 强制指定你现在的路径 OK 这第一个啦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绘图部分 记得就是设定的地方 就是要改一下那个 刚刚讲那个 板锁这边 理论上应该绘图这边 记得要改成 好像就不能行内 不能用行内 不然它会出现错误 那改完之后的话 记得改自动 那剩下来都执行就OK了 所以理论上呢 执行完 它就跳出来了 OK 那就会把我们资料给放过来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基本上 也蛮抖的一个坡 就直接下来了 OK 那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底下为什么特别 会把那个资料变少 主要因为 你挤太多资料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 那怎么办 要不就是你再把资料放少 要不然这字放少 因为它预设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还有个方法 就是你干脆 跑的资料不要太多 可能要分两张图 或三张图跑 不然它放不下 所以这个数字 假设改20好了 你执行的话 它会变成说 它跑起来会比较宽松 底下的数字 就会是正常的 这个没办法 因为它这个预设就是这样子 除非你要去找找看 有没有相关的参数 可是我想怎么改 因为底下就这么大 你怎么放 也不可能放再多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 如果说将来 你想要怎么样 比如说 老师说要存档 可不可以存成一张图 比如说我们有 十个蓝位 有没有 美元 后面其实还有 所以后面其实你们也可以练习一下 比如说对人民币 比如说欧元 日元等等的 那我希望每个都存一个档 那怎么做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我记得好像在这个点show后面 如果你要存档的话很简单 就是一样用这个 这个物件 然后呢 它点下去 它有一个语法叫save saving 有没有 这边会出现 然后你就给它什么 给它你要存的一个路径 那如果你没给路径的话 它会存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模组 现在这个模组的根本物底下 比如说给它eus 它好像png档 png档 所以你就是savefing 然后eus 点png看看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把它存档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存在指定的路径的话 你就自己在什么cmail 斜线等等的 不过cmail可能会有问题 你就存档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图 它就帮我存在us 我们看一下 就加这个savefing 然后呢 我存在根本物底下 这边会出现 有一个叫us.png看看 有了 有没有 那当然未来如果你要人民币 然后你要各匹别 你就是自己再跑多个图 甚至未来 还可以再把它插入到eSale 图也可以放eSale 比如来买每个图 每个图 怎么放自己再去想想看 怎么布局 ok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刚刚的部分呢 我们主要就是把这个MathPriLab 安装起来 并且可以让它show 然后加上存档 不过呢 最后 可能会有同学呢 会问说 老师那个 这个线的颜色可不可以改 当然可以改啊 其实跟eSale差不多 只是eSale是点两下 修改颜色就好了 但是这边的话 是了解参数 至少有三个东西可以改 第一个是颜色可以改 第二个是线条样式可以改 第三个是它的节点可以改 上面目前是没有节点吗 如果一般习惯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一个圆的节点 一点一点一点 那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参考第十二个单元 这个第十二个单元 其实比较详细一点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三个可以改 第一个是它颜色 那其实颜色部分 你可以简称 有没有 这个后面 在第一个参数是串列 XList 后面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给一个文字 那这三个文字的话 刚好就三个 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就是它的颜色 第二个就是它节点的样式 第三个它线条样式 比如说呢 我把这个地方 我想要把它改成红色的话 豆点 然后我就给它一个字串 三个东西 第一个 我把它变成红色 红色的话 颜色的话 就是取第一个字 就是R 有没有 然后B的话就蓝 OK 然后绿 这边有基本颜色 这几个 所以我用红色好了 所以我给一个R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要节点 比如说我节点 你需要给它一个是 一个什么 一个圈圈 所以给它O就可以了 那我怎么知道是O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这边也有 有没有 这个O 就cycle 然后呢 如果你要其他像D 大D的话 好像是diamond 然后小D好像 就比较小的diamond OK 所以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那所以我用O 另外线条的话 就是 如果两条 两个减号 就虚线 好 那么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红色 然后有没有 那如果你说 老师那我 我 我这个地方 我希望把它变成Diamond好了 Diamond就是菱形好了 那我刚刚有没有 改成D不就好了 我试试看 所以这个 你们都可以自己再去try 因为这个其实组合起来 还蛮多的 有没有 这变菱形的 甚至还有分大小写的 大的跟小的 这个自己再try 那另外的话 这个线你说 老师我不要虚线 我要实线的话 实线就是一杠 实线就是一个减号 有没有 两个减号就是 有没有 这个就是 OK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 你说 你要去 要点 其实好像它有另外一个 冒号 冒号的样式 好像就是什么 就是像那个点点吧 不是 这可能要关掉重来 冒号我印象 对 就是这样 像这样的一个线 所以其实它可以变化 非常非常多 那各位可以参考 就是云端白板上面 第十二个单元 这边的话就是 其实它就三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什么 颜色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节点的样式 有这么多 我刚刚是用 圆的 有没有 然后diamond 我刚刚是用小d 至于其他你们都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就是 线条样式 如果原来是一个简号 如果两个 有没有 两个简 就是刚刚看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简 一个点 还有一个冒号 这个我想你们都可以自己等一下 把那个参数改改看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你希望 老师这个线太细了 我希望线条样式加粗的话 那最后后面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它的Live width 等于多少 预设好像是1 我看一下 那你就后面再加一个参数 加一个什么 Live width等于多少 比如说把它改成3好了 那一样把它run一下看看 OK 有没有 这3 看起来好像就会 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再试试看 我刚刚又多增加了 总共有 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 如果你希望 这个折线图呢 能够存档 不必定折线图 只要是图 你要存档的话 那你就可以 用一个save figure 然后后面给它一个档名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要更改 那个线条的颜色 还有它那个节点的样式 还有它的线条样式 有没有 那就可以3个 其实蛮简单的 那坊间的书籍 或者是它其实不是用简称 它可能要写三个参数 但我是建议用这个比较简单 我建议你记这个比较好记 然后呢 它的宽 就是线条样 粗细的话再加一个 那这样其实 要绘式一个折线图 就非常够用了 应该这个应该就很好用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好不好 画面再管给各位一下 所以MatedPlyLab 这个简单的 第一个最常被用到像折线图的话 所以第一个啦 你一定要给这个 两个串列 所以我们前面的部分 就是从网路上download 之料 然后取得两栏 资料 然后呢 再把它位给 这个MatedPlyLab 不过前提 可能你要先安装 确定有没有安装 所以今天我们要多讲了一个 如何安装这个 外部的套件方法 理论上就是PIP install 那你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反安装 反安装就是PIP 空一个uninstall 加一个un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想练习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uninstall掉 再重新install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什么时候会用到 好像有的时候是因为 你装的版本比较旧 你要重新安装新版本的时候 你可以先uninstall掉 然后再install最新版本 甚至我记得好像 它install的时候 后面还可以加版本 比如说你最新版本有bug 你还可以改成 比较旧的版本 因为有的时候 它给的版本 不见得最新的 就一定是最稳定的 有的是beta版 OK 好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就是metaPriLab 一些比较重要的 一些 这个设定 稍微了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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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太太 小崩太太 好好 吴